上週六 甘線臺美商會 以007飛行之夜為主題 在里昂航空博物館舉行年會 國會議員金應玉出席褒獎 肯定臺灣僑界的貢獻 並呼籲大家積極投票 以確保挺臺的聲音進入國會 我們在談論美國和臺灣的關係 我們在談論這個文化和傳統 過去一年 商會議活動 行銷臺灣 搭建臺商在美的發展橋樑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 可以把臺灣好的東西帶到美國 所以這響應臺灣政府 也一直呼籲要把人才 科技 跟臺灣好的優良品牌帶出來 所以我們在43屆的時候 也有跟臺灣的連鎖 加我們促進協會牽寫了MOU 這就是我們自己臺商 在美國的力量 能夠替臺灣做一些國民外交 結合我們臺灣的產業 包含卵食益 令食益 都可以帶來我們呈現 這是我們的初衷 感謝臺美商會越發的茁壯 在我們美國社會裡面 辦了許多的活動 促進了臺美之間的交流 以及國際外交 喬委員會就一直注重喬卿 喬卿就是傳承 那要靠後面的年輕人來繼續 目前 商會有超過150名成員 遍及老中青三代 商會協辦的呈現臺灣傳統州 天使隊臺灣日等活動 都幫助美國主流社會更認識臺灣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曰熙、李佳音 加州呈現採訪報導